今天做一道糖醋炉鱼 炉鱼除了清蒸外 糖醋的也很好吃 先把鱼身的内外都彻底清洗干净 特别是鱼腮和肚子炉面 把鱼鳍剪掉 要注意肚子底下有一层膜 这个膜底下也是有脏的 好了这样就清洗干净了 在鱼身的两面滑几道 这样好入味儿 然后用葱姜料酒水淹上 把葱片姜片塞在肚子的里面 然后用清水泡上 再放入料酒 这样浸泡一两个小时 现在准备料汁 葱姜蒜切片 放盐 胡椒粉 白糖四大勺 葱三大勺 葱三大勺 生抽两大勺 老抽多半勺 然后适当清水 搅匀 这样料汁就调好了 把鱼捞出 把鱼捞出控干净 把水分擦干 在上面撒上适当的面粉 在上面撒上适当的面粉 油锅六成热 慢慢的把鱼 慢慢的把鱼两面煎黄 入锅后不要着急翻动 让它慢慢定型 在定型后给它翻个面 把鱼捞入锅中 小火炖五分钟 然后给它翻个面 继续炖 在烫至粘稠时 就可以出锅了 再撒点小葱花 再浆莱沫 沸腿炖一下 OK啦 开吃 好吃啊 好吃喔 好吃 挺好吃的 糖醋比例 刚刚好 做这个糖醋鱼 料汁的比例很关键 这鱼特别新鲜 大家可以试试这个糖醋鲁鱼 上次给爸妈做了一次 他们都觉得很好吃 换个口味尝试一下吧 非常好吃 欢迎订阅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哦